大家好,这期跟大家交一个作业 我手上这一盆就是香菜小苗 播种的整个过程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感兴趣栽种香菜可以翻看之前的作品 这些小苗播种下去大概有10天左右了 现在的长势还是可以的 那么像这种小苗看起来有点涂涨 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就是光照不足 如果放到室外去养护又担心被雨水冲走 所以放在散色光处养护导致光照不足而引起了涂涨 那么这个种子已经出苗了 为什么还要戴帽子呢? 像这种戴帽子主要原因 负面铺盖的土壤太厚了 导致它出现了戴帽子 所以我们在播种的时候 只能在表面铺一层薄薄的土壤 也不能太薄一定要给它覆盖住 水分流须的没那么快就容易出苗 如果太薄了见到光照 也是很难长出苗的 如何养护才能让它一季独长呢? 首先就是给它充足的光照 但是像这种高脚苗 它的抵抗力还是比较弱的 我们给它的光照 只能随着时间逐渐地给它增加 尤其是在我们南方中午的时候 光照特别强烈 注意这个时间段 避免这些叶片全部被晒伤 接下来就是水分 当我们的这个土壤如果干透了 就可以给它浇水 但是浇水的时候也不能大水冲灌 避免这些小苗给它冲倒幅了 就很难生长 那么我们要如何浇水呢? 发现冒出的叶子有点泛黄 就给它兑入一点这种蔬菜锅果形的 有机营养液 它是一种有机肥 我们给它使用呢 就是一比两千的比例 然后再给它喷散 既能吸收养分 又可以补充水分的香菜 才会长得壮 而且也会提高植株的抵抗力 还有抗病能力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